好 继续关心台中的选战 在选前黄金周 蓝绿白战营也力拼曝光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上午带着夫人陈佩琪 陪同党籍的市议员候选人到蔡市场来拜票 而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蔡奇昌 来到自己成长的清水市场大本营 感觉特别的亲切 就怕选民没有听见他沙哑的声音 还用麦克风加大音量 至于这国民党的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 他今天到了国小 主持迷你足球挑战赛的开幕式 跟小朋友近距离的互动 也展现妈妈市长的亲和力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20日早上带着夫人陈佩琪 陪同党籍议员候选人到蔡市场扫街拜票 许多探犯看到阿伯来了 赶快掏出手机抢着药合照 而民众党在台中没有推出市长候选人 被问到看好谁会当选 柯文哲相当激紧闪过这个陷阱题 柯文哲说台中市民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呼吁中间选民把新的选择给民众党 不管是选举或是执政 他是一个改变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 选举不是目的 选举只是一个手段 柯文哲除了陪同扫街 晚上还会出席音乐会 为党籍议员联合造势 辅选新城嗡嗡嗡 干干干 结果忘了最重要的一个人 同一个时间民进党市长候选人蔡其昌 已来到清水菜市场扫街拜票寻求支持 蔡其昌宣布参选四个月以来 讲了八百多场的演说 声音都哑了 选民看在眼里 双手拿着青蒜与萝卜 就等着要当面为他打气 来到清水大本营 人亲土也亲 蔡其昌感谢选民热情的回应 清水是我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 那市场里面有很多的长辈 从小看我长大的 心情很平静 很平常 而对手国民党市长候选人 卢秀燕寻求连任 他发挥妈妈市长的亲和力 为国产迷你足球比赛主持开幕式 秘籍的扫街拜票 加上肇事晚会 卢秀燕说体力没有问题 一般的行程四年下来 那天我的幕僚统计 大概有四五千场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生活日常 所以还好谢谢大家关心 选前黄金周来到最后一个周日 蓝绿白把握每分每秒 争取选民的支持 扩大属于自己的政治版图 华世新闻 林建峰 张志军 赵英光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